不知不觉中9月已经悄然而至 新冠疫情已在美国肆虐了半年有余 虽然病毒的蔓延速度相比今年3月在美国爆发时慢了很多 但仍有16个州和地区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呈上升趋势 仅9月初美国已超过610多万人感染上了新冠病毒 美国绝大多数人在家隔离工作将近半年已久 疫情仍在持续蔓延 很多小伙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新回归新冠爆发前的正常社交生活 随着美国复工重启 遭受疫情巨大冲击的健身娱乐餐饮行业 以及其他很多服务行业现已经开始回温 很多人也离开家门选择去工作或消费在这些行业当中 虽然夏季已到尾声 可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人们对外出吃饭的热情与欲望依旧火热 很多小伙伴们虽然知道口罩还不可以彻底摘下来 但仍会约上三五好友 获取心仪的餐厅就餐 又或者点好垂涎已久的美食 选择在野外聚餐 小编认为这种疫情后的聚餐方式 无疑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 外出吃饭到底安全吗 哪些自我防范措施是需要我们知道的呢 当地餐厅营业主们在面临接待顾客和保证公共卫生安全方面 又有哪些规范呢 那就跟随小编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外出吃饭是否真的安全 在疫情爆发之前 人们可以毫无忌惮地外出就餐 新冠爆发之后 只要你离开家 无论是你外出吃饭或者购物 只要与其他人近距离的接触 就永远不会百分之百安全的 小编认为在冠状病毒没有很好的控制之前 外出吃饭并不适合每个人 很多选择餐厅就餐的小伙伴们是否知道 在同样来餐厅吃饭的人当中 有多少人其实已经被确诊得过新冠病毒 或者其家人朋友被确诊为新冠感染者 又或者他们生活中曾经接触过新冠感染者呢 虽然有些餐厅会为每位来餐厅吃饭的客人量体温 但小编的亲身经历想告诉大家 很多餐厅已经放松了警惕 因为生意繁忙没有足够的服务人员 很多餐厅是不测量就餐者的体温的 没有人能够保证跟你一起就餐的其他顾客 是否百分百排除为新冠感染者 所以如果你是老年人 家里有老年人 或者免疫力低下和长期有健康问题的高危人士 小编劝你还是不要外出就餐 尽量留在家中 那如果有些小伙伴实在想要外出就餐 那小编在这里也想要嘱咐几句 如果你感觉不舒服了 发烧了 出去之前应该量一下体温 你在生病时外出 你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又或者加重你自身的病情 如果你对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 曾经接触过感染者 那你也应该为他人着想 留在家中不要选择外出就餐 哪些防范措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外出吃饭 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与其他人 保持至少6英里的距离 而且尽量避免不和你住在一起 或者不熟悉的人出去吃饭 口罩仍是防止病毒传染的最好方法之一 小编建议小伙伴们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把口罩戴上 有需要的时候再摘下来 很多餐厅疫情期间提供了户外桌椅 小编建议大家都考虑在餐厅提供的户外桌椅上吃饭 因为室外空气流通性好 用餐的风险大大低于室内用餐 如果选择室内用餐 那么你最好尽量去开窗开门的餐厅就餐 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解释 由于这种新型病毒在室内的表现 尤其是在通风系统中的表现研究数据较少 建议食客们尽可能地选择室外空气循环的餐厅 并提出较外卖是患病风险最小的就餐方式 外出就餐时 大家应该避免接触门把手或者餐厅门 冠状病毒可以在台面把手等物体表面存活数小时至数天 这取决于病毒附着的材料 可以在必要时用餐经纸推门或者是把手 由于大家都是手机族 在外进餐时尽量不要把手机放在餐厅的桌子上 如果手机沾染上病毒 你不小心摸了眼睛和脸 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也是存在的 正确洗手是预防冠状病毒的另一重要环节 当你接触了餐厅一些共享的表面之后 没办法洗手 那就请你考虑自备一个超过69%含量的免洗洗手液吧 在洗手间洗手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公共卫生间也是病毒传播的热点 尽量不要在餐厅使用洗手间 及时使用 去洗手间之前也一定要确保你纠餐的这家餐厅的洗手间 提供自动挤压的洗手液 厕纸 纸巾 另外一点就是尽量不要选择代客泊车服务的餐厅 大流行病期间尽可能限制你与其他人的密切接触 这对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大有必疑 如果你不确定在哪里停车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餐厅是否有提供自助式停车场 政府对当地餐厅对保护消费者避免感染的应对政策 随着每个州和各个社区的决定 政府为绝大多数的餐厅重新开业开了绿灯 餐馆老板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如何保护他们的员工和顾客免受感染 一个合格的餐厅 首先是需要每一位上班的工作人员 必须通过核酸检测和出示健康证明的 其次必须要求每一位进店的工作人员和时刻戴口罩 在收银台和等候区应树立物理屏障 以及指示保持距离的信号牌来引导顾客 很多餐厅限制了人数就餐规模 客人的总数应不超过餐厅最大容量的50% 一般来说餐厅也要求聚餐人数不宜超过4人 很多餐厅也使用了移动设备点餐来代替平时的接触点餐 客人自己可以用手机扫电里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点餐与支付 这样大大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几率 工作人员会在每一位客人离开之后 使用正确的消毒产品 为店里的餐桌餐椅和其他客人接触的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餐桌与餐桌之间至少保持6英尺的距离 以更好地让人们继续遵循社交距离 这些规则可能会在每家餐厅表现不同 这取决于小伙伴们你们所在的城市 小伙伴们如果不放心也可以打去店里询问 还有哪些是疫情间餐厅可以提供的预防感染的保护措施 好了在最后小编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生命是自己的 只有自己保护好自己才能去保护好其他人 但不代表外出购物和就餐就是一定安全的 在这里希望大家还要酌情考虑外出就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 继续参与到讨论当中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